丽瑾 你是不是巴望着我赶紧死呀 爸爸这话可就让人伤心了 丽瑾抓起旁边手片包 不紧不慢地撕开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只是关心爸爸的失 哦 身体 抱歉 口误了 力量气得脖子根都通红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不就是想要我的公司吗 我告诉你 剩下这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一定是你弟弟的 就连你那百分之二十 到时候我也会让你吐出来 丽瑾咔嚓咔嚓 你针对你弟弟 想要挑拨离间 我和你弟弟的感情 这些小动作 也已经都被我识破了 丽瑾继续咔嚓咔嚓 这世上就没有你 这么不孝顺的女儿 你这样的人 力量见丽瑾的注意力 根本就不在她身上 她终于没有忍住爆发了 丽瑾 你再敢不看我试试 爸爸眼里都没有我这个女儿 何必管我看不看你呢 你发现你的 骂你的不就行了 你不就是因为心情不好 才把我叫进来的吗 别急着否认 你就是那样的人 力量根本说不过她 眼睛死死地往外瞪着 那是我埋给你弟弟的 谁允许你动了 她一下子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劈手就往丽瑾身上压过去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推开办公室大门 一手就抓住了 力量厚薄梗的领子 将人狠狠地往旁边一甩 轰的一声巨响 力量狠狠地砸翻了旁边几条椅子 你找死 罗飞他们也赶到了 看见此刻站在丽瑾前面的人 余千凡 你怎么会来这里 余千凡转身 将丽瑾手上薯片拿了下来 冷着脸都扔进垃圾桶里 为什么要吃垃圾满的东西 下次想吃和我说 要多少我都给你买 余千凡神情难看地 将丽瑾拉到自己身后 他阴沉地看着已经傻了的力量 怎么 力总还有话要说 余千凡 我和我女儿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 我怎么就不能管我女朋友的事情了 余千凡目光冷漠 他看向力锦说 下次来公司记得带保镖 算了 我给你安排几个吧 余千凡不想自然力锦 继续待在这里 直接拉着他的手走人了